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經濟學還常常用一個蠻懸的函數 所有的函數再說一次都是數學 就是針對某種經濟或者是金融狀況的數學模型 這個字好難寫 共需函數 這是作為一種經濟上面的數學模型 只要是寫成函數就是一種數學模型 那共需的意思這個我們也在報章雜誌上面常常看到 就是供應跟需求 當你這個市場上面比如說突然間相交的產量太多 如果供應太多 那這個需求沒有那麼大 它的價錢就會掉下來對不對 那比如說這個某年夏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的艾文芒果產量銳減 那需求量特別是夏天需求量又大的時候 那它的價錢當然就會上升起來 所以這個供需函數蠻有趣的 就是這個需求量 這個需求量 這個需求的言下之意就是可以賣掉的意思 除掉一些小例外 就是說需求有兩萬 意思就是說我可以賣掉兩萬的意思 那麼價格 這個價格當然基本上指的是單價 會用小寫的P Price 大寫的P是獲利 利潤 那小寫的P是單價 是這兩個東西呢 會寫成一個函數 會有一個等式關係 需求量是X的時候定價是多少 或者反過來說定價是多少的時候 需求量是多少 那麼經濟學家倒不一定把誰看作是自變數 把另外一個一定要當作硬變數 也就是說我們心目中常常會覺得 你定價多少會影響你賣掉多少 但是經濟學家在某些情況 他會反過來想 需求有多少 你的價格就會變多少 需求強的價格就會提高 需求弱的價格就會跟著降低 這也是一個 反正經濟學家跟大部分的人 可能不太一樣的一個專業的思考方式 那下面舉的這個例子呢 就是需求來當作自變數 來控制價格 比如說啦 這個 比如說這裡 我們就想像的是一個早餐 早餐賣三明治或者是漢堡的那種店 對吧 假如是這樣 那某一種早餐 某一種三明治的這個供需 的供需模型呢 假如是這樣 price會等於六萬 這個早餐店看來還不小 除以x除以 那減掉x除以一千 意思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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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早餐店 如果 就算把它的定價設成的是零 它也賣不到無窮多個 它大概一天就是賣掉六萬個 意思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好 那 再比方說 它如果設定這個小漢堡的價格 是二十塊錢 那它一天大概可以 它的需求量 或者是供應量 會賣掉的量 就差不多是四萬 因為六萬減四萬除以一千 就是二十 好 所以 這樣的一個式子 你可以把p當作自變量來看 你也可以把x就是需求量 當作自變量來看 總之 這個問題的模型 是敘述到這裡 那這個問題 要問的是什麼呢 是問說 當這個x 也就是當這個需求量 是兩萬的時候 的 邊際 收入 好 從我們的典範問題一和二 我們已經 知道這一招了 所謂收入 就是單價乘以銷售量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是說 需求量 就暗示著 這是可以賣掉的 所以我們就假設 需求量是兩萬的時候 就是它賣掉兩萬的意思 所以 對不起 是這個樣子 這個收入 還不是獲利 收入就是 單價 p 乘以銷售量x 所以這個收入呢 我們就 就把這個式子整理一下 它就是一千分之一乘上 把x再乘進來 也就是六萬x 減掉x平方 那這就是收入 那問邊際收入 那就是 dr over dx 這個 就這樣做 那 這個dr over dx 就做一個導函數 這我們也會 一千分之一是 係數 對不對 係數可以提出來 不用去微分它 然後係數裡面的東西 再去微分 然後我們用 那個加法性值 可以逐向微分 出來的結果 就是六萬減掉2x 那麼 這時候在代入題目上說 假如需求量是兩萬的話 假如需求量是兩萬的話 代入 這樣子 x是兩萬 我們就得到 那應該是 二十 單位是什麼 單位是什麼 dr over dx r是收入 這當然是圓 那x呢 是幾個漢堡 幾個早餐漢堡的意思 是每個 二十元 所以 你的邊際收入 就是說需求量是兩萬的時候 就是你已經可以賣兩萬的時候 每多賣一個 你是多收入二十元 多收入二十元 不是說 每一個收入 其實也就是每一個收入二十元的意思 好 那 這就是 又一個 這個 邊際什麼什麼東西 的這個數學的例子 是 是 感谢观看